本文委員,賴世保,尼民森等38人,尼斯迪安 針對民眾最近曾經反應 根據他所收到的所得稅稅額失算通知 助民附助說明 中央所得稅本稅每次應退的金額 如果少於低於新來幣200塊的話就免退 那這樣的事情,這樣的政策 對於當前經濟不景氣,物價不斷上漲 一般民眾辛苦所得不易 在尊絕度入的同時 即便推出金額不高 對人屬於人民財產的一部分 也就是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的範圍 倘若只以行政命令來決定退稅金額低於一定門檻 就不退稅 明顯的違反憲法精神徒徵民怨 有見於此,原提案財政部呢 盡速的檢討跟修訂相關的退稅規定 以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並符合民需是否有當進行公權